韁文雄키 切rede 公布 好,欢迎大家包饭我们今天的 香港美来想象人系列的第三场讲序 第3场论坛 题目就是 论香港的产业的结构和困局 但今天很高兴请到3位嘉宾 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见解 在我右边的是萧领青先生 然后就是罗祥国博士 最右手边的就是周崇明先生 事不宜迟 首先跟之前两场一样 请三位嘉宾先做一个开场的发言 就如这个题目怎么看 之后就会有一些问题可以跟进的 可以相关去问 就请罗祥国博士先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多谢港大学生会 邀请我来参加今次的论坛 其实我不太知道大会为什么邀请我 因为我近期都很少参加这些公开的论坛 尤其是特别对年轻人的公开论坛 是比较少人邀请我了 我心情是比较紧张的 这里再多谢大会对我的邀请 有关香港的产业政策 其中邀请的原因可能是我近期写过一本书 大家看到那本中文书的书名 在成品和商务 因为可能没有帮人买 现在还可以买的 时间不太多 我简单 这个powerbank比较长的 我讲四点而已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 就是我们现在的产业结构 有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的产业结构 其实我们最主要 香港不是一个国家 我们是一个大都会的经济 因此如果我们要比较产业结构的话 我们要比较伦敦 比较纽约 比较东京 其实跟新加坡比较不适合 虽然它可能只有500万人口 但是它是一个国家 我们跟以色列比一定更加不适合 瑞典都不适合 大家看看这些简单的数字 香港93%是服务业 不够2%是制造业 伦敦是92%服务业 纽约都88% 这就简单给大家参考一下 当我们是要分析研究 香港的产业政策 产业结构 是不是大过偏向服务业 因而不健康 过了浪 不稳定的话 其实我们一定要看看 其他大都会的经济 情况是怎么样的 第二点 我们现在还是用着 所谓不干预政策的呢 积极不干预政策 很明显是不是 自从回归之后 已经不是 大家看看 97 董建华第一任 特首 已经成立科技发展委员会 97年 98年 差不多推出了 十个中心的发展 包括中药港 数码港 还有人才交流中心 成衣服装中心 差不多十个 当然现在很多人都忘记了 再跟着 曾任权特首 08 09 开始退出 六大产业 如果大家留意 这个所谓的六大产业 英文的文献 就叫做 六大产业 但是中文呢 在政府高层的官员 对外表述的时候 曾经的名字变过几次 最初叫六大产业 后来改成六项优势产业 到现在又如何呢 现在梁山就没有说 没有说过 自从他接任了之后 已经没有再说过 从这里 我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香港的产业政策 自从97之后 事实上 是引进了很多新的概念 很多新的基金 大家都知道 最近才成立了一个 费物回收基金 十亿 已经有议员批评了 是没有目标的 没有数据的 做得多少是做多少的 如果这一个产业政策 很简单 产业政策 就是计数的 这个不是社会政策 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 是经济政策的一环 所以 应该有很清楚的 经济指标作为目标的 很可惜 我们特区政府自从97年之后 所制定的 所谓产业政策 都没有这些目标的 如果我们参考 我在刚刚出版的那本书里面很清楚 我们比较了 伦敦的产业政策 台北的产业政策 纽约的产业政策 上海的产业政策 大部分都有很清楚的经济指标 作为参考 这个不是计划经济 但是那些指标是作为参考 就是说 对GDP有多少贡献 未来五年 十年 对就业有多少贡献 还有没有呢 还有 对税收有多少贡献 还有没有 对出口有多少贡献 其他国家 大城市制定 产业政策的时候 不多不少 是有GDP指标的 到最后当然做不做得到 是要检讨过才知道 最后是否需要放弃 或者如何加强 各个地方 都是有不同的政策 去跟进 我简单说的结论就是 97之后到现在的产业政策 其实眼花缭乱的 大家去看看成立了多少个基金 放了多少个亿 就知道 我们很清楚 政府给我们的印象是 是很多inputs 我们有没有outputs 我们看不到outputs的 这里也给大家参考 就是 六大产业里面 我们从2008年开始 直到2013年 当然 这个文化创业产业 是有进步的 4% contribution和GDP 到5% 大家看看 教育没什么动过 环保0.3% 2013年又是0.3% 还有一个叫做 测检 什么染症 我也很难读这个名字 又是没什么动过 没什么动过 其实时间不太多 我就跳过这里了 简单说 这么久以来的产业政策 最大的毛病在哪里 就是事前的 深入的策略 政策研究 是不足够的 我们是看不到的 数据是很少的 还有一个致命的 就是 我们这几届的特区政府 的产业政策 是没有持续升的 其中的原因就是 因为没有社会共识 当它制定政策的时候 是没有社会共识 令到新的特首上任的时候 它是很容易 它喜欢继续做就行 它不做就行 而社会的反响 又不是很大的 没有人追它掃的 没有人追它掃 但是这个就是 整个社会的 可以这么说的共识 其实大家 对产业政策 不是很重视的 我不知道这个观察对不对 一会儿看看大家在座中 有没有什么的意见 我最后只是 讲讲前景的结论 我的结论也是很简单的 香港四大支柱产业 现在占香港的GDP 大概是 60% 整个房地产有关行业 大概占10% 政府的公众服务 大概占20% 我们加上已经是90% 其实香港整个产业结构 我们最优势的地方 就在这90%里面 未来的发展 持续的发展 都是要依赖那90% 是继续提升 改善 持续推进下去 最后一点就是 我们前景在哪里 我们前景也很简单 香港整个经济 一定是要服务整个珠三角 是这么简单的 珠三角 6千万人口 伦敦是服务哪里的呢 伦敦是服务整个欧洲的 伦敦的服务业 是服务整个欧洲 香港未来的前景 我自己的看法 都是主要是服务整个珠三角 但是当然 现在讲起 一国两制 两地融合的话 当然大家很敏感 特区政府在制裁这些政策的时候 是需要非常小心 第一 当然要兼顾 本地人的利益 无论是经济的利益 社会的利益 这个是首要的 而第二 相关的配套的设施和政策 一定要做得很原备才行 待会有机会再和大家交流 多谢大家